戴大人 您是皇上最贴身的人 皇上身本挺硬朗吧 你是问皇上的龙体吗 龙体健康 健康得很哪 是啊是啊 皇上他有几个玩 玩 什么是玩 戴大人 他是问皇上有几个儿女 对对对 有二十六个皇子 十六个公主 一共啊四十二个儿女 四十个呢 那皇上要多忙啊 那皇上忙得很哪 那是皇上情政 废请忘食啊 生这么多娃 那得要多少个女人给他生啊 就是了 过来吧 多少女人 有三姑 六院 七十二嫔妃 没说过 没说过 说不过来啊 都没有说过 那皇上 你不是都要那个路吗 这你就误会了 这种事情啊 皇上不让我记录 那 你总知道 那皇上家 那得多大个抗 这老娘子 什么啥呢 怎敢那么多人住呢 那可不得抗大点 那要不说女人就想得戏啊 戴大人你说说 说说我们听听 戴大人 你说说 说说我们听听 那究竟是你们采访我呀 还是我采访你们啊 您采访我们 您采访我们 你们 你看前面那山 过节就到了 皇上的老屋在村东头 皇上是晚上出生的 那天晚上 崔西头的老舌头 从天里回家 天已经大黑了 老舌头看见皇上老屋上面 火光一片哪 那不是火光 那是红光一片哪 真好 我要的就是这个 啊 啊 皇上出生的夜里 陆寨呢 屋顶上空 红光铸绕 黄黄要天机 哦 对了大人 老舌头他后来还说啊 他过去一看 是皇上老屋 隔壁人家牛棚失火了 这个 这个就不要记录了吧 这不记了 啊 红光是确有歧视 哎 这就是皇上登基的预兆 至于红光是何处而来 那就不用记录了啊 哎 不是说实实在在记录了 对啊 那你就不懂啊 记录皇上以前的事情啊 要去除取经 哦 啊 好了 去除 再想一想啊 还有别的什么啊 啊 龙兴之地 龙兴之地 他从小就是一条龙啊 哦 从小就是一条龙 嗯 嗯 对 有了 哦 有一回我砍柴砍破了手指头 直流血 皇上 就用他的龙蛇 填我手指头上的血 哎 哎 真神了 不愧是龙蛇 哦 当时血就止住了 哇 第二天伤口就长平了 你真真神了 你真真神了 真事儿 啊 还有呢 这个啊 你不说他从小就是一条龙吗 嗯 嗯 我记得啊 他还用龙兆捏过我的 捏过什么啊 对对对 说啊 捏过 哎呀 不好说 哎呀说嘛 哎呀说嘛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说 龙兆所到之处 是 好大张光啊 对对对 你照实说 你我说呀 说 你 你说嘛 你过我的 啊 脸蛋 你真不好意思 哎呀 哎呀 不害臊啊 曹寡妇 你胡扯些啥呀 你真是 别叫曹寡妇 我有名字的 叫翠花 翠花 什么翠花 把辈子都没人叫了 翠花呢 这 这 我告诉你 当初皇上就爱叫我翠花 停 这件事就不用记录了啊 这叫去尾存真 这么说 早在二十几年前 当皇上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在 预计怎么当皇上了 是啊 戴大人 那皇上小的时候啊 常常朝土堆上一坐 整一些棕树叶 扎在嘴上当做胡须 再弄块车付板 顶在头上 算是太平观 他说他是皇上 我们都是他的文武大臣 让我们齐齐地跪在他的面前 还行跪九寇头呢 同声高喊 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啊 好啊 龙兴之地 真是龙兴之地啊 自古圣贤初 那时必有先诏 说明当年皇上 对如何当皇帝 那是无师自通啊 无师自通啊 是啊 是啊 好啊 老夫此番来到皇庄 那真是收获颇丰啊 你们再想想想 还有什么事迹可以提供的呢 还有什么呀 你还记得吗 比如说 皇上小的时候 就有取代元朝的雄心大志 那元朝的旧官 他能做事不管吗 大人 大人 有一件事 不知道您该不该记录 讲 有一回啊 地主刘德家 丢了一坨小牛犊 还告了官 你一折这事 这就干什么呀 你说他干什么呀 别别别 说 让他说下去 那丢牛的事 跟皇上有关系吗 有关哪 当时皇上 就给刘德家放牛 这刘德啊 还硬说咱们八个孩子 把牛抓走了 杀了吃肉 为此 县衙 行私 还露了口供呢 这可是大事啊 啊 这是迫害 可那牛犊 是被咱们烤了吃了 你胡说什么呀 没有 你们再想想 那牛犊 它到底弄到哪儿去了 那 你说呀 弄哪儿去了 那牛犊去哪儿了呀 你快说呀 你就不该说 那你们说 究竟是该吃 还是不该吃 哎呀 这还用说吗 它不该吃 就是吃了 也得说没吃了 哎呀 哎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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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赶快收拾笔墨指液 姿势体大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哎 你们说 当年 是行私派人 给你们露口供吗 是啊 我们每个人都挨了十几棍子 一打棍子 可疼了 我们就全招了 这丢牛的第二天 皇上啊 就到了黄绝寺 出家当和尚去了 哎 那是佛祖显灵 避免天子 遭受皮肉之苦啊 好 你们现在带我去找刘德 啊 呆大人 现在找不到刘德 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这他早不失踪 晚不失踪 怎么我来了他就失踪了呢 呆大人 这事跟你没关系 皇上圣旨上提到那个人 皇上说再也不想看到的那个人 他就是刘德 哦 哎呀 他听说皇上要来 吓得不知道多拿去了 皇上 不光是为这事 皇上的父亲死了 没有地方安葬 他刘德不但不肯借地 还把皇上赶跑了 您说 这皇上能不恨他吗 是啊 皇上 在庄上没仇人 要说有 就刘德一个 是啊 是 那皇上生指上 也没有说啥刘德呀 哎 哎 皇上没有明书 咱揣摩皇上的意思 就是要他死 有道理 不想再看见他 就是要他自个儿消失 对 说得没错 庄上的好多人啊 都轮流拿着斧头 到他家门口晃悠 他都快吓死了 没错 可不是吧 哎 哎 你们可真会揣摩圣意啊 哎 哎 不行 咱们得回县城 把当年行私问案的笔录找出来 我要替皇上平反 背交 回县城 驾 驾 驾 戴大人 备指凤阳不证使许强 到皇庄核查户籍 我回县城有急事 你就忙你的吧 好 那位是皇庄里正汪文 在下便是汪文 我这儿有两年前 送到黄色库的护策 和今年发地发银的护策 请您带我一家家的合查 请 请 哎 这戴大人怎么走这么急呀 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你就别多嘴了 这儿没你的事 你走走走 你瞧你 扯出那头牛的事干嘛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哎 你们两个真是的 带大人 刘大人 带大人 带大人 采访的如何呀 收获颇丰 收获颇丰啊 好 圆满完成任务 尚未圆满 尚未圆满 还有一件事情 一件大事 是什么大事啊 还要回城去查 您想莫及 老夫这回呀 要给皇上平反 伸张正义 越说越邪乎了啊 有这么神吗 我想给你透露一点啊 有关怕个孩子 和一头牛的事 叶大人 告辞了 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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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别愣神了 咱走吧 怕个孩子一头牛 刘亿啊 你以前以乞讨为生 又盗过凤阳 唱过凤阳花鼓 你知道这首歌谣吗 把个孩子一头牛 当然知道了 把个孩子一头牛 日约统兴朝九州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不过好多小孩都会唱呢 这童谣啊 遇事皇上要得天下 这怎么讲啊 你想啊 拔个孩子一头牛 这牛底下是个疤 这是个姓啊 这不是猪 皇上的姓得汇 还有日月同行 什么叫日月啊 日月搁一块那不就是明吗 这不是说明一个新的朝代 要出一新的皇上吗 可大明皇帝已经当上了呀 代大人还说凭什么反呢 他呀 他估计又拧巴伤了 走吧 你瞧 从玄武湖黄色库取回来的 户口本 是两年前登记的 黄庄 那个时候叫孤庄 共计二十六户 现在这本新的户册 是四十六户 这两本户册没有变动的 是十六户 十户分家 乘二十户 还有十户 是从哪冒出来的 啊 这十户啊 十多年前 全家人逃荒在外乡 听说皇上 要赐地赐银 才返回了家乡 这些回来的人当中 有大伙认识的老人吗 没有 老一辈啊 都在几十年逃荒路上死了 回来的都是儿孙辈 反正能抱上 祖上的性子 哦 你没查问 他们在外乡的住所 啊 有的已经在外乡定居了 听到信才签回的 有些说在外乞讨为生 居无定所呀 你没问那些回签的 原来在哪县 哪村 两年前全国登记户口 在那儿有没有户口本 那个没有 线上派车 把他们拉到庄里 根据他们所说祖上的名字 把他们带到十几年前 没有人住在破房子里 还没进门 就趴在门槛上痛哭流涕 你说 你怎么忍心盘问呢 这样 这十六户没有变动的 不用查了 其他十户分成二十户的 十户回签的 你带我一户一户的 去核查清楚 老板 你饶了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真倒霉 你会怎么就那么巧呢 他买了米 扭手就走 没看见脚底就给踩死了 小叔呀 你不听了 你讲 这鸡呆点不是地上 是啊 那你说该带在哪儿 这儿有你什么事 该干嘛干嘛 放了人家吧 买点儿粮食不容易 你就算做点善业食 这善事你怎么不做啊 你们拿出银子来 放他陪我这鸡不就完了吗 老板 你行行好吗 我们全家老小 都指着这口米吃饭呢 少废话少废话的 拿钱来 老板 我现在没钱啊 我 我宽限几日 我再给你筹钱好不好 这米 我真是救命的米啊 老板 求求你放过我吧 行行行 老板 你这起来吧你 给我倒回去 你得赔啊 不赔你走不了的 老板 我真不是故意的 老板 老板 我求求你了 我活着是小气的 老板 心情好 老板 这米还给我吧 怎么了这是 你给你没钱 别想老 可怜哪 刚从这米店 老板那儿买了这点米 拿钱 一会儿的工夫 就把人的鸡给裁死了 要我说啊 就是一只小鸡 也是它倒霉啊 人要倒霉啊 喝两水都塞牙呢 我这芦花鸡 鼎鼎有名 能长到八斤 一斤五十文 刚好四百文 你还欠我二百文 写一个字去 明天一早 你给我乖乖送过来 老板 我也是不小心 我不是不想赔 我实在是现在赔不出来啊 要不这样 你先把二刀米给我装上 回头等秋后 我打了粮食 我再把四百文钱 给您送过来 这 这不行 四百文钱 明天一早你给我付清 一个子也不能少 老板 我踩死的那只鸡 才一斤哪 什么 可是你踩死 人家鸡也不能不赔啊 就是 就是 您是哪位啊 他是京城来的巡查钦差 刘大人 刘大人 听听听 你们都听听 京城的刘大人 都这么说了 你这芦花鸡 一能涨到八斤 是 是 是能涨到八斤 俩月就能涨到 我们家有一只涨到九斤多 他不是刚才给了你二百文了吗 对对 剩下二百文 我替他垫上 谢谢刘大人 来来 起来吧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不是 你不是说一文都不能少吗 来 刘一给他 谢谢 谢谢 等会儿 等会儿 别走啊 账还没算完呢 还有账 不是你的账 是他的账 我 我的账 我问你啊 你这只鸡要他赔 让他算了八斤重的鸡钱 也就是说呢 相当于他花四百文 五十文钱一斤 买了你一只八斤重的鸡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可是你这只鸡呢 才一斤 他得涨到八斤 才能卖这么一件 就是吧 可是他要长呢 他就得吃米 没错 对 没错 对啊 对啊 是 是 有这么句老话呀 叫金鸡斗米 什么意思呢 说这鸡呀 长一斤肉 要吃一斗米 大伙儿听说过吧 没错 听说过 金鸡斗米 金鸡斗米 老话就是这么说的 金鸡斗米 养鸡的都知道 对对对 我呀 来一句公道话 你这鸡算一斤 对吧 你让他赔八斤 这中间还产七斤 这鸡长到七斤呢 他得吃七斗米 你给他撑七斗米 让他背走 你们俩两情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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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怎么不对呀 他就是没踩死我那鸡 这四百文 也只能换四斗米呀 你看 这不是按你的算法吗 对不对 这这这大伙儿觉得公平吧 公平 刘大人对这今天合理 两楼都合理 对对对 真合理 你 谢谢刘大人 谢谢刘大人 撑羽巴 撑你巴 撑ophone 撑auth 还是刘大人了不起 谁呀 collo 这个还差 这还差 见 AIDS flies 双头有个痛的吧 对 吃什么也 einmal 好 好 这个刘大人了不起 对 大人 谢谢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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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大伯 您起来吧 回去吧 对了 大伯 您先别走 那鸡叶是银花钱买的不是 回去还能添个昏菜呢 对了 给大伯把鸡装上 快点 先生 这账册您在县城里没看够 到这儿还看呀 得看明白了才行啊 要我说 白纸 黑字 明明白白的呀 每户户主下边都有手印 每户收到二百两银子 一共四十六户 去到刘德一户 九千两 户部发放的总数也是九千两 张队子上明明白白的呀 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那你凭什么敢肯定 他们就真收到二百两呢 那曹四为什么喝了酒之后 说他只收到一百两呢 常言道 酒后吐真言 谁听说过酒后说瞎话的呀 老来的古话 他不是谁都编得出来的 怎么着吧 快到晌午了 村上啊 一会儿肯定设宴招待咱们 你去设法把曹四引出来 让他接着喝酒 对 再让他吐一回真言 让他这回全吐明白了 这事你去办 我不能出面 他们对我有警惕 对了 告诉汪文 找几户分了户的户主 他这个事出问题 一定出在分户上 告诉汪文 让曹四自己来 别带着他媳妇 好 我明白了 去吧 你们家签回来多久了 回大人 回来三个多月了 这不 新盖的房子 东边还有二十请地 皇上没离呢 都是皇上的大恩大德 要不 我们只能做他乡的 有魂烟鬼了 你先别伤心 我问你 你签回来以前 住哪儿啊 这个 哎呀 我 我的爷爷可怜 在桃黄的路上 就饿死了 我爸爸两年前也死了 你不是说过 你后来在一个村庄 定居了吗 哎呀 我的爷爷呀 哎呀 可怜啊 咱们这几家 都是分户的 这是我弟曹石 咱们一户 变成两户了 这不是废话 谁不知道咱哥俩 来来来 喝喝 来来来 喝喝 你瞧啊 给你们安排个客人 客人没到 你们倒先喝上了 您没说清楚啊 我们一直在等您 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哎呀 我还要陪许大人呢 这样 这位兄弟啊 就留在这儿了 好啊 大人贵姓啊 他不是大人 他是大人的跟班 姓刘 刘老弟 千万不要怠慢了 好嘞 您放心 刘老弟 里边请 多谢 来来来 请请请 来来来来 坐坐 来来 我给你买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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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小兄弟 来来来 我怎么看你面熟呢 你是不是去过我们家酒馆 喝过酒啊 是吗 不知道 县城这么多酒馆 咱哪家没去过呀 不是啊 这遇到豪爽的了是吧 来来 喝 来来来 喝 来来来 喝 我跟你们说呀 我都好几天没喝酒了 是吗 咱家喝酒一个人没意思 说的好听 你那是怕老婆呗 来去 别瞎说啊 别怕老婆 是他怕我 怕我 你不敢喝就不该这样 还说他怕你 就是啊 他真是怕我 他把我酒后 酒后什么来着 酒后说瞎话 这位小兄弟啊 长这么大 只听过酒后吐 深夜 没听说过什么 酒后说瞎话 怎么没这么一说话 我不管这个啊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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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来啊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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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 实在 来来来来来 八个小孩一同就玩 日月同行照九九 八个小孩一同就玩 日月同行照九九 八个小孩一同就玩 日月同行照九九 八个小孩一同就玩 日月同行照九 八个小孩一同就玩 日月同行照九 八个小孩一同就玩 日月同行照九 照 敢问老伯 刘德家住哪儿 您知道吗 你 你是 我呀 我 我从京城来 是给皇上当差的 你是替皇上来报仇的吗 他跟皇上有仇啊 我不知道啊 这俺们心里都明白 圣旨上都说了 你不知道 要不皇上派你找到这儿来 我只给你瞧啊 你看 拐弯那个就是他家 我告诉你们了 九号土真言 他就是九号土真言 是吧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呀 九壮松人胆 胆子大了 还说真话 你看你说 那现在有皇上给俺们撑腰 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哪 你敢说啊 说啊 那我问你啊 分户的时候 你拿官府多少银两 二百两啊 二百两 明明是拿了一百两 你还说二百两 你这不是怕吗 这 这 来来来 喝 来 喝 来来 喝 来来 喝 醒醒 醒醒 刘老弟 这 这 喝醉了 喝醉了 来 喝 气不来的你了 喝了 喝多了 咱们这几个分户的 就是你胆大 慢上 慢上 我没喝酒 怕 这喝了酒了 这什么都不怕 我知道你们怕 我吃两个 不就是怕 说出来那二十井地 没了吗 可不是嘛 人家可是给我们讲明白 两家 二百两银子 也扣下了 每户明明只收了一百两银子 可是账上却积了二百两银子 然后一分户 还多说二十井地来 这个账 咱们不会算吗 少一百两 就是少一百两 那凭什么不想说呀 来来来 大叔 大叔 今天咱们到此为止了 你喝多了 哥 我听说啊 皇上这两天 马上就要来了 皇上派的钦差大臣 已经到了县里了 这 万一我们把这事给说漏了 皇上不许分户了 拿到的地契一收回 那 那怎么办 那皇上就 就不让 不让分户了 皇上上纸上说是暗户 没说暗老户新户啊 老户两年前查了一次 原本应该是十年查一次 现在才两年哪 那先生 为什么要给我们分户啊 这还不明摆着吗 反正地又不是他的 地契不能掺甲 可是银子不一样啊 他拿地携你 谅你也不敢为了地 说出银子的事啊 那皇上对咱们装上 可是有恩呢 咱们可不能 合着火来骗皇上 哎呀 皇上 对不起您啊 要我说 咱就是不能骗皇上 这可是欺君大罪 你 你没喝醉啊 你不喝醉了吗你 对啊 怎么行啊 你不 你不是醉了吗 哼 凭我的海量 就这点能把我撂倒 再来两坛也不在话下 这 刚才我趴桌上没动 就是故意听你们酒后 吐真言呢 这 刘哥 您就全当我们酒后说胡话 别当真啊 对对对 就是 对对对 说胡话 谁说胡话了 我们句句说的都是真话 实话 别说了 哎呀 哥 实话告诉你们 实话告诉你们 本人是皇上特派钦差 刘伯温大人的手下刘依 放刘大人委派 特来勘察此事的 我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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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别怕 带我禀报给刘大人 只要你们保证不喝酒 也能讲真话 刘大人就一定会在皇上面前 替你们求情的 刘大人 刘大人 你们先起来吧 赶紧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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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请问您是 请问 这是刘德的家吗 您 您找他 我呀 叫刘伯温 是京城来的玉氏钦差 有事向他请教 刘大人 我爹已经失踪三天了 求皇上饶了我爹吧 不是 不是 皇上并没有说要处置刘德呀 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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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您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好吧 那 那既然你父亲已经走失 我不找他就是了 请回吧 请回吧 好 多 多谢刘大人 好好好 那刘大人请慢走 快 快去吧 快 好 你快回去吧 快去吧啊 带大人 卑职从残存的遗毒里 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就这样 可是卑职不敢给他呀 为什么呀 这份口供里 供出了八个孩子 由皇上领头 把刘德家的牛 偷偷地给烤着吃了 你说皇上 刚才我没看吧 大人是没看这东西 可是这东西 卑职看了 那皇上小时候 他把那牛 别说了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吗 大明律有明文规定 凡是已涉及到 有损皇家生育的记录 一律立刻封存 而且写十四个大字 阴防扩散 凡是事先看了就犯了 挖掩之罪呀 我该怎么办呢 大人救我 大人 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二啊你 你算是二到家了你 救救大人 救救大人 你可得救救我呀 有了 你把这个一度封好喽 好 头一页上写上四大字 严翻扩散 然后立刻乘到 带大人面前 就那个老书单子 这个带大人呢 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你说 带大人 您可以去请教刘伯温 刘大人呢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那这个刘大人 他要是这么 他就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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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吃饭吧 刚才啊 皇上派的青村来咱们家找你了 啥 看样子 是要抓你姥姥 你就是刘德吧 就是他 爹 戴大人 您要杯纸给您找的东西 杯纸给您找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谁写的 这是杯纸写的 凡是涉及皇家的材料啊 务必要写上严防扩散 到时候皇上传你问话呀 你就这么一五一十说一遍 保管龙颜大悦 这样说能行吗 我怎么觉得是在蒙人呢 怎么是蒙人呢 这说明皇上是圣人 从小就能点石成金呢 爹 你就照着大人的意思说吧 哎 赶紧回家吧 就等着皇上传你问话吧 哈哈 这不对呀 七个小孩的口供 都直指皇上 都说牛肚 被皇上杀的 还烤着吃了 哎呀 这让我怎么去除取经 去为存真呢 这刘大人就住在隔壁 不是让我有什么难题 去请教他吗 好 就怎么办 先生说得对 我盘问了逃出六等 一干迁入的新户 确实有毛泥 听说他们是从附近 射线迁过来的 好 你火速赶往射线 顺藤摸瓜 多长时间能打一个来回呀 我回到县城骑御马场的旋风 轻易奸程 明日午后可赶回凤阳 行 出发吧 我这儿已经水落石出了 就等你回来 咱们一切准备就绪 迎接盛家 好 刘易啊 明天一早 让他用马车 把曹四 曹十 一应人等送到县城 听我安排 还有啊 把刘德一并烧来 是 是 爹 您的账策也看明白了 明明白呗 赶紧让我也明白明白 不行 非得等皇上驾到 方能摊牌 走 上汪文家取驢回县城 大人请 戴大人 请 请 呈舍大人 这 这 这是干什么呀 戴神 你还不知罪吗 知罪 这是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向县令周大人 索要救援行私荡案 启禀丞相大人 老夫到皇庄去考察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老夫感到此时关系重大 定是呢 救援他迫害皇上 为皇上平反 那是老臣的神圣侄子了 为了慎重起见 老夫就匆匆赶回 向周大人索要救援遗毒啊 这么说你都看过了 看 看过了 看过了 仔细地看过了 要是不看 怎么能知道真假 去伪存真呢 那你判断清楚了吗 他就是一时难以判断哪 所以我才把材料 放到刘大人的桌子上了 等他看过以后 我再请要他该如何处理 那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不知道啊 我 我犯什么罪了 我来告诉你 你犯了蛙牧之罪 这 请承家大人再说一遍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你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 难道没有研读过大明律吗 读过 读过 可是老臣忽略了大人说的哪一条啊 那好 周大人 大人 只给他看 大人 你犯了 凡是私自阅读 黄家隐私者 你不仅自己看了 你还要把它拿给刘大人看 你难道要连累刘大人与你连坐吗 不行 我得把温念取回来 我不能害了刘大人哪 站住 从现在起 以大明律令 你不得离开这个房间半步 你被隔离了 城墙大人 我失去自由了 你不仅失去自由了 你将会被挖去双目 失去光明 就等着皇上亲自发落吧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没有我的允许 不能让他离开半步 是 我只是在想不过 我也没有 겁니다 我自身在这家里 我得了 你还不是 你不得了 你老婆 我把这家里 的那个女人 都不得了 我 看看 我 你还好 你还好 已经很难忘了 我 李大人 刘大人 行啊你 骑着个驴到处逛 倒显得悠闲自在啊 可不是吧 寻查寻查 主要就是寻呢 寻就是到处溜达 骑头毛驴 看看畅本 可不是悠闲自在吗 可是别忘了 当初在京城 皇上明确口谕 戴慎戴大人此行奉扬 所发生的诸多事情 由你来多多关照 你可是责任重大哟 李大人 此话怎讲啊 戴慎 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有这么严重 我已经把他看管起来了 等候皇上亲自发乱了 告诉 好好好 好好好 李大人 刘大人 皇上鸾驾后天五时 到达凤阳 请大人准备接驾 知道了 一起安排就绪 刘大人 那后天晨时接官亭 咱们聚齐迎接圣驾 好 后天接 回去 走 戴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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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刘大人 你现在不能进去 你大胆 为什么不让进去 我是皇上派来的巡查钦差 刘大人 你要救我呀 戴大人是皇上身边的亲近大臣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他呀 刘大人 戴大人罢了挖木之罪 李丞相派我们在此看管他 等候皇上发落 刘大人 刘大人 您桌上的东西千万别看哪 否则您也要被挖木啊 看了 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戴老先生啊太虞了太虞了 这不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圈套 那咱现在怎么办呀 甭问了 赶紧收拾起来吧 不然啊我也犯了挖木之罪了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大名律啊 是我亲自参与撰写的 这一条是皇上自己加进去的 不过我明白他那意思 那戴大人他 不会真的牵连住您了吧 刘逸啊 记住喽 在有些人眼里 我就是跟丁子他做梦睡觉 都想牵连我 那 没事 不会让他得逞 刘逸啊 言墨 先生 写点什么呢 就写啊 二十多年前 黄庄 那会儿叫故状吧 黄庄地主刘德 丢了一头小牛犊 就这么来 这是当今皇上少年时代的 一个神话故事 这样的故事会流传很久 刘逸啊 寻个机会 把这个交给戴大人的小厮 让他呢 转交给戴大人 让戴大人赵超一遍 带到皇上向他问罪的时候 照着这个讲一遍 就说 这就是去尾存真之后 记录下来的那故事 是 老伯 请问这是陶家庄吗 是啊 您是 我是凤阳部政使许强 许大人 我有要事在身 请您带我去李政家 哦 请 来人哪 挖掉戴神双目 老夫不信啊 到了明天 我 我就成了个忙人了 这个戴大人 他怎么哭起来了 可怜哪 这么大岁数了 稀里糊涂就犯了犯了 一定是啊 越想越害怕 这陶姓两户 都是你们村的人吗 是 都是 人口也对 姓名也对 南丁数目也对 三个月前 举家搬迁了 搬哪儿去了 你知道吗 哦 他没说 不是有明文规定 百里以外 不得随便移动吗 是有规定 可人家哪有 设县官府的录影 我们也就放行了 这两家祖上 是外向人吗 那不是 这两户 祖祖辈辈 都是本庄的 他们是兄弟 爹死了 分家成了两户 这两家有什么别的背景吗 背景 哦 比方说 唐的 表的 姑表亲礼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本庄的没有 让我想想啊 哦 有了 离这二十几里的周庄 他们有一个表哥 是凤阳县的县太爷 哦 哦 刘爷 纸条在身上吗 在我这儿呢 见机行事啊 放心吧 奉命给代谋取餐 丞相大人有令 闲杂人等 不得靠近 哎呦 掌柜的 这周也太咸了 放 哎呦 你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我给你擦 哼 你别愣着呀 把毛巾给我呀 这是闹的你看 哎呀姐姐 真是的 哎呀姐姐 我给你擦 我给你擦 哎呀 耽误了给代代人送饭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大人 您吃点饭吧 哎呦 把小孩�儿一取啊 日月童行召九州啊 把小孩儿一取牛啊 日月童行召九州啊 哎 你听 唱什么歌啊 什么牛啊 我肴你 children 你看 昨儿哭了一宿 这会儿又唱弦了 下风了 黄庄 确有陶镜庄护 二十几年前 桃皇外出未归 这两户原就是桃姓 所以姓名不改 便可到此立户 经查证 桃出六两户 均是周叶城表亲 蒋茂一成立 四十姓地 四百两银子 就到手了 你火速赶往黄庄 以桃姓两家为突破口 将返乡回迁的十户 一一查审清楚 我现在就去 再有 皇上明日午后驾到 时间紧迫 待你查清楚之后 将这些冒领钱款 跟土地的户主 和那些分户户主 一并带到凤阳 再有啊 这是皇上所赐牙牌 剑牌如剑军 明尘出庄 任何人不得阻拦 好 迎接圣驾 是当前的重重之重 一切的一切 都为拨得龙眼喜悦 任何事 任何人 都不得干扰 接驾事宜 丞相大人 卑职担心 刘大人 他横生枝节 不正使许强 又奉刘大人之命 去黄庄了 他去黄庄了 是 那这样 你立刻到都督府去一趟 就说是我的命令 让他派二百棋位 协助维持接驾 有关的事宜 另外再派十名棋位 赶到黄庄 封住楚庄的路口 在圣驾到来之前 迎接圣驾 绝不能有一人一计 离开黄庄 是 万万不可疏忽 不能办砸了吧 卑职明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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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所有千回户 都传来了 你们此次登记的户口色 我都已经看过 客户姓名 人丁术 地气产业 都与互策相符 我今天要查证的是 其中有没有虚报 冒挺的 若有 早早交代 徐大人 徐大人 我是肇实声道的 我是肇实声道的 学务 学务 我先点名两户 我均已查识 逃出六 逃出吧 还不给我跪下 大人 你们是不是涉陷 陶家庄人 我们原先是 定居在陶家庄 是啊 你们的祖上六代以内 全是陶家庄人 这是你们六代的家伙 那就看看 徐大人 徐大人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照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照九州 明日皇上的鸾驾 午时就到了 日月同行照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戴大人 别唱了 咱留着嗓子 明天唱给皇上听吧 刘大人 戴大人都已经下风了 您还让他接驾 到皇上面前发风去 是吗 指不定谁下风了呢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照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风病 会吹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照九州 一头牛 月月月月月 这 李大人 来得早啊 那是 迎接圣驾 岂敢怠慢 那些你呀 竟然姗姗来迟 丰相大人有令 所有庄民在皇上驾临之前 余力在庄内等候结驾 不得有一人一计离开 我们是接钦差刘大人之命 到凤阳价钱作争来了 除非有皇上的御址 否则我只听丞相大人的 看看这个 这 见牙牌如剑筋 等同御址 敢不放行 徐大人 你怎么不早点逃出来啊 让开 是 打马去车 赶赴复阳朝 臣等恭迎圣驾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都平身吧 谢皇上 李爱卿 臣在 刘爱卿 臣在 代爱卿的 朕怎么没看到啊 代大人啊 他 回皇上 代慎自来奉扬 辜负圣恩 他竟然向县府所要 涉及皇上的 严防扩散的材料 犯了挖墓之罪 臣以命校尉将他拿下 等候皇上发落 你确定 他犯了挖墓之罪 臣敢断定 臣还知道 大明律 挖墓一款 是皇上钦定的 奉队 不正使许强 不正使许强 凤阳府 接下来迟 恳请皇上恕罪 皇上 臣奉刘大人之命 到皇庄合查户口 多有查获 立即起驾回行宫 朕要亲自问案 臣领旨 李爱卿 你跟朕说说 他代慎究竟是如何犯了挖墓之罪啊 啊 皇上 此事还得问周知县 周知县你说 卑职周知县扣见皇上 凭什么 谢皇上 禀皇上 代大人到皇庄采访 闻听人说起二十几年前 皇上涉及的 宰牛吃牛一案 听说救援行司 曾到皇庄问案 并有口供笔录 不知道他出于何意 定向卑职所要救食闻毒 皇上 周县承考虑到 戴慎是皇上的进程 不敢不给的呀 是啊 我见上面写着 严防扩散四个字 可是代大人 他还是打开看了 你看看 他的的确确确实犯了 挖墓之罪呀 哎 刘爱卿 啊 你跟朕说说 你是大明律令的 主要赚高者 喂 皇上 臣以为呀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 戴大人是犯了挖墓之罪 你又来了 这犯罪还有什么 面子李子的事吗 可是皇上 这个戴大人 被李大人隔离之后 未见有什么戴罪之感 而且听说还在屋里 手舞足蹈 好像从屋里头 还经常传出来歌声是吧 他是下风了 来人 传戴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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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个小孩一头牛 日夜通行赵九州 把个小孩一头牛 日夜通行赵九州 赵九州 戴慎 你真的被下风了 疯户这不疯也 如说是疯 也不是被下之疯 而是看到了一幅图景 传戴慎 上奸神室 我乐疯了 百事 还不给朕跪下 皇上 由于丽城乡百般阻难 老臣接驾来迟 还望皇上赎罪呀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上 朕来问你 周夜城给你的文毒 你到底看了没有 看了 确实看了 那文毒上的口供 都承认把刘德家的牛 抓了吃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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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芳 过子 朕怎么突然想起 好像是有这么一把子事 好像是朕把那 刘德家的小牛 杀了吃了 皇上 燕芳扩散 燕芳扩散呢 这 皇上 吴丹师一定是心里糊涂了 皇上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朕并没有吃他的牛 断然不会 不会的 哎 刘德家 你跟朕说说 那朕到底是吃了还是没吃啊 回皇上 臣以为 朕牛吃与没吃 都不重要 华人听到了吧 他跟戴慎是一个腔调 戴慎如果有罪的话 他应该连坐呀 朱雅清 凤阳这个地方 是朕出生的地方 也是朕的伤心之地啊 提起一件往事 那一连串的往事都奔涌而来 你们好好想想 十五六岁的娃儿 忍饥挨饿 那一年都没斩婚了 那见着一个小牛犊 那不该杀吗 就不该杀了把他给吃了吗 皇上 皇上 你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啊 真疯了 皇上 皇上 皇上刚才那一番话 皇上的痛苦经历 让戴慎是白干交集 感痛身受 不过那文读上的口供 是官家要将朕入罪 你看了 还是犯了挖牧之罪啊 皇上 老臣对皇上是一片忠心 心明眼就亮 皇上如何忍心 挖臣之目 那人家写了 写了严防扩散了 你还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一律应该挖牧 皇上 老臣之所以说自己心明眼亮 是因为老臣看到的不是救援 要将皇上入罪的文字 老臣看到的是一幅图画呀 口供还有图结 老臣坐在文读前 就坐 就看 呼的 进入了山顶 眼前 豁然开朗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那么还是想吃这牛肉啊 您想啊 他为什么是八个呀 原本就是八个呀 这还有村里的七个孩子 一起把这头牛给吃着来啊 为什么不是七个也不是九个呢 这就像我在蝉丁里堆悟的一样 耳边 忽然 忽然瞥过来一首童鸟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首童鸟 真好像有些耳熟啊 回皇上 那是早在皇上进宫豪州的时候 这首童鸟就已经在江南广为流传了 童鸟者 鸟趁也 鸟 鸟远也 就好像是天籁之音 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 随风来去无影无踪 这乃是上天的暗示 要改朝换代的征兆 皇上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牛子下面一个八字 这不正是皇上您的姓氏吗 朕明白了 那牛下面一个八字 正好是猪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 是说皇上您要坐江山了 日月同行照九州 是说我大明开国 捅你九州了 老臣看到的图画 是天是神是啊 皇上 这牛是吃了还是跑了 它还重要吗 确实不重要了 这么说 这些东西你都记录下来了 当然记不下来了 皇上 您别忘了 老臣就是干这个的啊 听戴大人这么一说 臣真是惭愧 臣也顿了 就没误出这么多嘞 善长 你是读书太少 没有灵气 你的心思都在打横炮上 是是是 臣惭愧 臣再也不打那横炮了 几乎我们大家都不打横炮了 我们君臣同乐 不打横炮了 李大人 您这哑炮打完了 我来一想哪 刘爱卿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朕说呀 启禀皇上 臣有本参合凤阳之线周夜城 这次皇上回乡发放多少银粮 这次皇上回乡发放多少银粮 一共九千两 嗯 发放给多少银 四十五银人家 每银二百两 好 我再问你 按照老规矩 收款人是先写下姓名 再按手印啊 还是相反 刘大人 当然是先写上姓名 然后再在名字上面 按下手印的 那你来看看 这曹石的石字 怎么会那毛笔字 把纸门给盖住了呢 给朕看看 自己看看 你是怎么杜瓣的 好 回皇上 臣不继续看过 但是臣疏忽了 臣 臣又失察之罪 禀皇上 臣已查清 这次皇庄登记四十五户 其中二十五户不变 每户二百两 共五千两 这也没错 但是剩下这二十户 就不对了 它是由十户分出来的 账上写的是每户二百两 而实际上呢 每户只发了一百两 皇上 皇上 皇上分户护主曹寺曹石 曹石就在殿外后织 传他们上来 传曹寺曹石 传曹寺曹石 觐见 皇上 小民等分户 得谈二知情地 让县令可扣了一百两银子 而不肯报官 小民辜负黄恩 小民知罪呀 你等是朕的故旧相亲 朕知道 你们过去穷怕了 朕不怪罪你们 分户分了就分了 兄弟多了 哪有永不分家的道理呀 多出一户 说明咱们黄庄 人丁兴旺 二十请帝 朕不收回 对 银子也就算了 回去吧 谢皇上 大恩大德 兵皇上 就这十户所谓的回千户 还有五户是假的呀 这五户里边 有三户是周叶城的亲戚 那两户是摄县支县的堂弟 由他们两个相互勾结 开具路营 臣建议皇上收回土地 发回原籍 准 周叶城 你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你的爪子伸得还真伸 伸到朕的身上来了 皇 皇上恕罪呀 来人 有 拉出去 拉出去 押赴刑场 斩首失重 是 是 皇上说得好 在那儿呢 看见了 皇上 皇上 曹寡妇求见 曹寡妇 哪个曹寡妇 朕不认识啊 别叫我曹寡妇 皇上 曹寡妇求见 我是翠花 刘家的翠花 翠花 翠花 朕想起来了 朕小时候叫朱崇八 她总是叫我八哥 刮黄荡 让翠花进来见朕 宣翠花觐见 这是怎么回事 翠花 翠花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跟朕是童年生人哪 想如今也应该四十好几个 怎么 你学会返老还童了 皇上 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女儿 我躲在她的身后 我老了 不想再让皇上见到我 皇上见到我的女儿 就如同见到你的翠花了 什么话呀 翠花 我还是想见见你现在的样子 再说了 那人总会老的吧 不 我 我不要紧 皇上 我怕脏了你的眼睛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 当年 你离开庄子 出家的那天早上 我追你追了好几历历 我追你追了好几历历 回到家 我哭了一个晚上 现在 我只想再给你唱一首歌 你是专门唱给俺的八歌的 祝你不会唱一首歌 我笑你唱极それ 你要唱一首歌 我不会穿在身上 翠花 翠花 吾皇万岁 万万岁 刘德 你还想着朕吃了你的牛犊的事吗 皇上 小民瞎了眼才错怪皇上 怎么又变成错怪了呢 那头牛跑了 我看到它跑了 跑了 皇上 你还知道庄子西边那个牛尾坡吗 牛尾坡 朕不知道 朕只知道村子西面有个西坡呀 皇上 你在的时候叫西坡 后来他们叫它牛尾坡 丢牛的第三天早晨 人们说你出家走了 我追到庄子西面 我远远地喊你的名字 大声问 我的牛犊呢 你回过头来 往庄子西面一指 我就看到那牛犊 钻进山坡石头缝里 我紧紧地抓住牛的尾巴 牛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 只有尾巴露在外面 后来 那条尾巴变成了长长的石头 再后来 大伙就把西坡叫牛尾坡了 刘德 你不是在跟朕讲神话吧 皇上就是神吗 皇上用手一指 我就看到我的牛犊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皇上就背上吃牛的黑锅了 刘德 刘德 庄里分地的时候 他们没分给你吧 皇上 草弥还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当年 朕向你借地葬妇 你没有借给朕 朕也不能怪你 因为你也想不到 朕能够当皇上啊 再说 那庄里的穷人这么多 你也不能都见 皇上 朕等会儿告诉汪文 儿是请弟 有你的一份 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